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被邀请到Nielson就是牧师长大的教会 为他们建堂150周年来证道 这是一个很大的对牧师的说明大的荣幸 也是一个很快乐的时光 很多很多快乐的回忆 那我想要给你们看一些照片 那照片里的人呢 就是以前跟我一起在青年团庆的人 当牧师的头发比现在多一两根的时候 跟现在一样帅的时候 好像披头似的 只有六个人 在这六个人当中 有三个人后来成为牧师 这是David 他现在在澳克兰 原本他是牧师 现在是 他现在是辅导 后面那个马克 他原本是牧师 他现在在澳洲 他现在好像不是牧师了 Bevan 他在33岁的时候 因为摩托车意外过世了 Philip 在38岁的时候 Philip 在38岁的时候 因为心脏病过世了 所以我们就叙旧看看以前的照片 谈谈以前的回忆 在我的回忆当中 这个周末对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在一两年前吧 当牧师还在青年团庆的时候 当时在教会的年轻人 或者是刚结婚的年轻的夫妻们 对牧师有很多的帮助 在上个礼拜我的正道当中 我也对他们分享一些我的见证 在当中我提到大概15对夫妻的名字 就是当时候对我有很多帮助的这些人 就当我在念着 看着这些名字的时候 很多的回忆回到我的心中 想到他们当初如何的帮助我 牧师感到越来越激动 他后来哭了 那时候在台下 有一些这15对夫妻当中 有一些也在台下 他们听到也哭了 这样子的回忆在那么多年当中 他们爱我 接纳我 敞开他们的心 敞开他们的家 接待我 支持我 对我来说在回忆里面 这是很宝贝的 我告诉他们 他们当初的投资没有被浪费 我也跟他们分享 神在我们的教会所做的功能 真的他们真是笑到 嘴角都掠到耳根了 我也想要鼓励在座 每一位年轻人 或者是刚结婚的 或者年轻的夫妻们 爱我们教会的少年人 我相信如果你去找我们教会 一个事工叫做Ryan Ryan他是我们教会 青少年事工Unite的负责人 如果你今天去找Ryan 跟人家说 Ryan我想要帮忙 我不想要当领导者 但是我想要花时间 与我们教会的青少年相处 我想要邀请他们来我们家 可能来个烤肉聚餐 如果你们青少年有办营会 我也想参加 我就是想要帮助 帮助这些年轻人 如果你去找Ryan 你这样跟他说 我想他可能会太惊讶 有人这样子的愿意 然后昏倒了 但是他站起来以后 他可能会说 真的吗 太好了 请你来 请你来爱他们 支持他们 鼓励他们 为他们祷告 这不是一件很美的事吗 可能想想就是设想 四十年后 有些人可能回来这个教会 他们可能跟你分享说 哇 你知道吗 我就是在这个教会成为基督徒的 这一对夫妻 这一对夫妻 那一对夫妻 他们爱我 帮助我 你看看今天的我 这样不是很棒吗 是不是 是不是很棒 一些青年人或者是我们刚结婚的年轻夫妻们 你们对青少年人们的分享和一些感动 对他们来说是带有能力的 当我是十五岁的时候 我那时候看着这些夫妻 我觉得他们是老的 是上一代的人 可是他们不过大概才二十五岁而已 可是当时我看他们就觉得 他们是上一辈的 但是他们真的很爱慕心 所以这是我在上个周末 我得到最宝贵的一个回忆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记得之前的正道 就是牧师这几个礼拜以来 一直以一首诗歌为一个主题 然后来正道 今天牧师要分享另外一首诗歌 但是在我们开始之前 请我们大家起立 我们一起先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宝贵的话语 和其中真实的意义 也求主耶稣帮助孩子 还有牧师在今天 能够清楚地来讲述你的话语 特别求主耶稣对着在场的每一颗心来说话 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 大家请坐 大家会唱吗 牧师刚刚是用中文唱的 这一首歌呢 是盖瑟夫妇所写的 有人知道盖瑟夫妇吗 有些人知道 这对夫妻他们写了超过700首的诗歌 这一首可能是当中最有名的 在1971年的时候 这个太太Gloria 她那时候怀着她第三个孩子 在那时候呢 他们经历了很多的困难 在他们的家庭里面 在他们的教会里面 在他们的财务上 在同一个时候呢 那时候的世界是一个很动荡不安的时候 那时候发生的越南战争 还有核战可能带来的危机 Gloria慢慢觉得这些事情 好像要淹没她一样 想着说 这个时候 真的是一个好的时候 带一个婴孩进入这个世界吗 这个时候在这么动荡不安的时候 带一个孩子进来 这个世界是好的事吗 她说有一天晚上 她一个人独自坐着 她担忧着 她感受到上帝领导她 她说 我没有办法解释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我觉得这些忧虑都从我身上被挪开了 慢慢的这些忧郁都离开了我 神的喜乐开始充满我 就在那个时候 我知道我能够带这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能够面对明天 相信主耶稣 当我们这个孩子Benjamin出生的时候 抱着这个小小的宝宝在我们的怀抱里 我们写下了这一段话 所以这一段话就是刚刚因他活着这首歌的第二段歌词 这是第二节的歌词 所以他们能够面对未来 在我们教会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宝宝 我不知道这些孩子的父母们是不是这样想 觉得现在这个世界这么的危险 这么多危难 在60年代70年代那时候面对很多的战争 很多的变化 那时候很危险 但是我觉得现在是更危险的一个时候 在欧洲所发生的事 在中东所发生的事 还有在非洲所发生的事 感觉起来这个世界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 但是因为主耶稣活着 所以我们能够面对明天 我们的惧怕都不在了 我们知道祂掌管明天 我们不需要再害怕 我们不需要再忧虑 因为神是活着 祂与我们同在 在第一节的歌词里 这是第一节的歌词 第一节的歌词说 神赐爱子 祂名叫耶稣 祂赐下爱 医治宽恕 祂舍生命使我得拯救 那空坟墓就是我的得救记号 这一段歌词 其实就是我们福音的总结 这就是我们身为教会 我们必须要出去 跟别人传讲的讯息 如果你今天是新来到教会的 你可能会怀疑说 这些基督徒到底在信什么 这就是我们所相信的 如果你曾经想过 到底福音是什么 这个就是福音 这就是当初起初的基督徒他们所分享的福音 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能够在哥林多前书 第十五章 在这当中有两个经节 就是为了这个福音做了总结 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 第三到四节 让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来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 第一 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 为了我们的罪死了 而且埋葬了 又照圣经所说 第三天复活了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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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第二 不是第三 不是第三 在圣经里面它说到是第一 当我上个礼拜在尼尔森的时候 我其实有点难过 因为我长大这个教会 当时只剩下大概三十个人在聚会 我那时候与那些教会的领导们来聊天 我发现他们的心是很真诚的 那时候我跟我一个朋友聊天 说我觉得我们教会这些领导 有一个很真诚的心 他们真的很想向社区的人来分享福音 但是我这个朋友却不同意 他现在是参加另外一个教会 他怎么说 他说福音 福音 好吧 但是他们真正真正需要的是圣灵 他们需要圣灵的感动 他们需要圣灵的能力 他们需要圣灵的礼物 他们必须要在这个教会看到预言成真 这才是真正重要的 我牧师那时候想了一下说 对 这是很重要 但是什么是最重要的呢 就是见到失上的人得到拯救 在神的心里 那是最重要的 他看着世界上这么多失上的人 他的心都碎了 最重要 第一重要的就是神的福音 第一 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 这个字为 就是说取代了某个人的位置 或者是替代了 所以你以这个人交换 那个人交换他们的位置 所以耶稣就是我们的替换 我们是应当死的 为着我们对死的 但是耶稣担当了我们的位置 耶稣死不是为了要设立一个好榜样 圣经告诉我们 耶稣为我们死 是为了我们的罪而死 没有其他的办法 可以把我们的罪 从我们的身上挪走 福音的好消息就是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而死 而且是为着我们所有的罪而死 我们过往所犯的 我们现在正在犯的 还有我们以后会犯的罪 很多人对自己所犯的罪 所牵制住 无法原谅自己 就像这样子的 我今天去买菜 我买了一个东西 师母是店员 那牧师付钱了 牧师付钱了之后 店员Becky给了他一张收据 那我就走了 可能那个警卫就说 等一下你那是偷的还是买的 牧师拿出收据 代表什么呢 收据代表什么 圣经告诉我们说 当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在上面所说的就是 成了 在原文希腊文里面呢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付清了 付清了 他的意思是说 我们所有犯的罪 已经被耶稣所付清 因为祂为了我们而死 在十字架上 如果你曾经怀疑说 我的罪真的被赦免了吗 真的已经被偿清了吗 你不用拿出一张收据来 你只需要转向十字架 十字架就是我们的收据 有些基督徒戴着十字架的项链 如果你曾经怀疑说 我的罪是否真的都被洗尽 被赦免了 可以看一看你的十字架 摸一摸它 提醒你 是的 所以第一点 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 然后他说到 基督被埋葬了 为什么他们埋葬他呢 因为他死了 对不对 如果一个人过世了 你就埋葬他们 圣经告诉我们说 为了要证明 就是要看看 耶稣是不是真的已经死了 他们拿了一个长毛 搓他的肋骨 之后他被从十字架上取下来 他们那时候用藏衣 把它卷起来 裹起来 因为当时的习俗是这样 他们将它放在一个石墓中 将一个很大的石头 滚到洞口 挡住并且把它封住 所以没有人可以进去 不但如此 他们派了士兵在门口守卫 要确保没有任何事会发生 但是在第三天的时候 耶稣复活了 这颗大石头挡在门口的 被滚开了 这个墓是空的 耶稣基督已经被接生了 所以这就是福音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 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 为我们的罪死了 而且埋葬了 又照圣经所说 第三天复活了 这整个章节都是谈到复活 再往下看一点 在第十七节 它说如果这个是假的 它说基督若没有复活 你们的信就是枉然的 它说如果这是假的 我们比众人都要更可怜 如果说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 我们的信就是枉然的 那如果说我们靠着耶稣 只有在今生有指望 让我们就应该被别人可怜了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影片 这个影片是在基督成照的 大概只有四十秒那么长 但是很有趣请大家看 这期视频是给大家的 如果耶稣基督死后 没有复活 我们的信仰 就是像这个建筑物一样 如果圣经所告诉我们的讯息 是假的 所有的基督教教会 就像这个屋子一样 都要变成灰 如果这不是真的 我们现在就可以 东西包一包回家了 我们就回家 没有必要在这里了 牧师就去卖 货师就去卖 牧师比较想要当医生 但是保罗告诉我们 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祂是活着的 在最后的几分钟 我想用最后几分钟 跟你们很快地来走过 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 从约翰福音第二十章 你们可以一边读 但是我告诉你们发生什么事 所以在第三天 也就是星期天的一大早 摩大拉的玛利亚来到这个石墓 她发现这颗门口的大石头 已经被滚开了 这个坟墓当中是空的 所以她跑回城里 去找彼得还有约翰 你知道玛利亚那时候 怎么跟他们说吗 她怎么说 耶稣已经复活了 耶稣已经复活了 这是她说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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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这么说 不是 你知道她怎么说吗 他们把她的遗体拿走了 我不知道他们把她放到哪里了 他们将她的身体拿走了 可是我不知道他们把她放到哪里了 所以彼得和约翰赶快跟着跑到坟墓去 约翰比较年轻 跑得比较快 当他到了坟墓的地方 他停下来 他从门口看了一下 他迟疑了 但是彼得跟着道 就一马就冲 一马到先就冲进去了 你知道他看到什么吗 所以他看到 那当初裹着耶稣身体的那个木衣 就在床上这样躺着 然后当初包在耶稣头上的布 也躺着 也在那里 那里的 那里 第八节 约翰进去 圣经记载到 约翰进去一看见就信了 他看见就信了 所以他看见什么 他看到耶稣了吗 没有 他所看到的是耶稣复活的证据 这个门口的大石头被滚开了 坟墓是空的 他看到 他看到裹着耶稣的兽衣 这个木衣 摆在那里 绑在头上的布 也放在那里 如果今天是有人 偷走了这个遗体 他们不会花时间在那边帮他脱 脱这个兽衣 不会的 拿了赶快跑了 拿了赶快跑了 所以约翰在这边所描述的 就是好像身体突然之间就被提了 所有的衣物都在原地 他并没有看到耶稣 我也没有看到过耶稣 但是我有看到证据 我相信 所以彼得跟约翰他们看完就离开了 他们回家了 女孩子跑得比较慢 所以他这时候才到 这时候他到了 他没有进去 他站在坟墓的门口哭 她是很难过的哭 她的心都碎了 不但他的主已经过世了 甚至他的身体都被人家给拿走了 不知道做什么 所以他很难过 很伤心一直哭 然后他往里面看 他看到两个天使 天使问了玛利亚一个问题 她说 妇人 你为什么哭 为什么哭 玛利亚回答 她回答说 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 我不知道放在哪里 接着她转过身来 她看到有一个人站在那里 这个人也问了玛利亚同样的问题 她说 妇人 你为什么哭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天使和耶稣问了同一个问题 妇人 你为什么哭 这个坟墓是空的 主耶稣已经升天了 祂是复活的 你看不到吗 你不懂吗 为什么你哭呢 祂是活着的 因为祂活着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面对明天 因为祂活着 我们不再惧怕 你不懂吗 我觉得神也会问我们同样一个问题 因为有时候我们也是很受到打击 我们也是很忧虑 很难过 祂问说 为什么你哭 为什么你不开心 坟墓是空的 主耶稣已经复活了 因为祂活着 所以我们可以面对明天 你将你的生命交在祂的手中 不要难过 祂就与你同在了 之后祂问了他另外一个问题 祂说 你找谁呢 你找谁呢 好棒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如果耶稣今天在这边 祂会问我们同样的问题 你找谁呢 你在找生命的粮吗 你找生命的粮吗 你找万王之王吗 你找弥赛亚吗 和平的君吗 被高抹的那一位吗 你找谁呢 你要找道路真理和生命吗 你在找谁呢 玛利亚在当时候觉得 她看到的这一位是一个园丁 在这边有说 第十五节记载 玛利亚以为她是堪圆的 这是个很有趣的事情 有些人是这么说的 有人说耶稣从来没有复活 他们造了这个故事 不是真的 他们太希望看到耶稣复活 所以他们就编了这个故事 他们可能看到了就是这个园丁 他就在那边想说 他就是园丁了 他就是耶稣了 看他就在那边呢 那是他吗 高度好像差不多 长得有点像 一定就是他了 这真的是耶稣 耶稣复活了 有些人是这样子说的 他们说这些门徒看到了 其实只是堪圆的 但是他们太想要看他 看到耶稣复活 便说这人就是耶稣 这是一个很棒的故事 但是这不是真实的 真实事实是相反的 她看到的是耶稣 但是她却觉得她看到的是园丁 因为她没有设想到她会看到耶稣复活 因为她过世了 她死了 她亲眼 玛利亚亲眼看到耶稣死了 她觉得有人把耶稣的遗体拿走了 所以当耶稣说 你找谁呢 第十五节 他说到先生 若是你把他移了去 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 我便去娶她 耶稣对她说 应该是耶稣说的方式 他叫了她的名字 他说玛利亚 马上当时间玛利亚就明白了 她说夫子 老师 夫子 从那一天那一刻起 从那一刻起 玛利亚的生命是完全被改变了 她的生命完全被改变了 对于彼得来说也是一样的 对约翰来说也是一样的 对多玛来说也是一样的 还有成千百万的人在世界上都是一样的 对我也是一样 对Zoe 对牧师也是一样 对于今天来受洗的这么多位弟兄姐妹都是一样 当你遇见耶稣基督 当你知道他对你的爱 这对你的生命就起了巨大的改变 我们要来唱一首歌 我们要来唱刚刚这首歌 我想要鼓励你们相信耶稣 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而死 他被埋葬 在第三天他复活了 让我们一起起立 主耶稣要为着在我们在场所有的基督徒来祷告 主耶稣求祢让我们的心里真实的来明了 因为祢活着我们能够面对明天 也要为在场所有还从来没有将他们的信心放在神祢手上的 从来没有成为基督徒的 但是在他们的心里他们是相信的 主耶稣就在今天求祢赐下勇气在他们的心里面 让他们能够说 是的 我愿意成为基督徒 今天在场如果有任何人想要这么做 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的做法是这样 当我们唱最后这首歌的时候 我们邀请你如果你愿意今天就接受耶稣基督 成为你个人的救主 请你走到前面来 我们现在要唱这首歌 如果你心里有这样的感动 不要推开它就走到前面来